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 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 我是一康诺米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又请到了文化土豆 第107特别节目 中美贸易战的嘉宾庄波 庄波是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经济学家 不过大家知道 经济学家分两种 一种叫宏观 一个是微观 庄波是前者 但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可能更多的是微观经济学 前两天我们刚刚听到了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颁给了三位在美国的经济学家 他们分别是MIT的巴纳吉 他叫巴纳吉 和杜弗洛 以及在哈佛大学工作的 克里默 按照诺奖委员会的话说 本年度获奖者的研究 显著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就和庄波聊一下 这三位经济学家 究竟为抗击贫困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读了其中两位经济学家合著的 就是巴纳吉和朱弗洛合著的一本 非常畅销的非虚构 叫贫穷经济学 Pool Economics 庄波你好 你好一方 很高兴又跟大家开始聊天 对 这次是你在新加坡 我在伦敦 上次是咱们俩在北京 我们肯定不是贫穷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我第一个问题其实是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看待贫穷 甚至是极度贫穷这个概念的 然后就是学了经济 之后你的看法又有什么样的改变没有 其实是这样的我在开始之前 我觉得我要回到你刚才做简介的时候 有两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需要分享的 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呢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诺奖得主 三个人得奖 我第一个感受是讲 哇天哪 这个三个诺奖得主 竟然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家 一个男的 然后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竟然是夫妻 哇天哪 竟然经济学家可以 一个在一个家庭里面竟然可以有两个经济学家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是因为我们在经济学研究里面 或者是读经济学里面都会想到 研究过经济的人都会觉得 读完经济之后 我们就是master of universe 就讲是世界的主宰 世界的主宰只能以我的观点为主 竟然有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结合 竟然可以出现两个经济学家 所以说到底谁是这个master of universe 他们到底这两个作者中间谁在家里说话算数呢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乐趣的点 当然了我们在很有趣的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两个经济学家结婚的 当然我们也认识了某些这种家庭 我就觉得这种家庭是非常有趣的 他们家庭中间如何相处 对我来说是个人性的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不认同一方刚才所说的经济学家分为两种 一种叫微观经济学家或者宏观经济学家 因为我首先得声明 我是一个没有博士头衔的经济研究者 在一个我们正常的世界的领域里面就两种经济学家 一种叫学术经济学家 就是在学校里面有那个博士头衔有PhD的 可以被人称作为Doctor Who and Who的经济学家 还有另外一种经济学家叫做市场经济学家 市场经济学家是一般在金融市场里面研究 为金融市场服务的一种经济学家 然后有一部分这一类市场经济学家 是有博士头衔的有一些没有 然后我又是这种市场经济学家里面比较半调子的 然后所以说我是没有博士头衔的市场经济学家 所以我在这里要首先声明 如果等期间我里面有学术上面站不住脚的 所以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们请不要拍桩 因为我这里的观点在经济学上面可能站不住脚 所以说请不要拍桩 你还不如直接说有博士头衔的是 是因为一直都找不到工作的经济学家 也不是因为市场经济学家里面 也有很多有博士头衔的 所以说我是比较低端的 没有博士头衔的市场经济学家 就先八卦一下 就是在MIT的这两位阿贝吉·班尼吉 他是一个印度裔的一个男生 然后他的太太叫Esther Duflo 是一个比他年轻很多 70年代法国出生的法国人 大家如果看YouTube 他的法文口音非常的重 Esther曾经是阿贝吉的学生 就是说老公是老婆的博士导师 然后他们应该是先谈恋爱 后来班尼吉离婚 然后再和Duflo结婚的 当然这个并不能回答 在家里他们谁说了算 如果是两个都学经济学 在一个同样的理论的领域 如果两个人都有相对比较强的论点 然后互相不同意对方 其实一个非常不能说可怕 但是比较难搞定的事情 因为两个人会相互用学术的方法 来挑战对方的这种观点 会找很多academic 就是学术的那些论文 来解释对方为什么是错的 说明说他们两个人中间的家庭战争 是远远不会停止的 alese在几十年之后 这个学术领域已经被研究完了 然后他们两个才能解决家庭的问题 好吧 就是回答自己 就是很直观地对贫穷是什么样的理解 然后又学经济学以后有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贫穷 跟这本书里面所理解的贫穷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 其实在这本书 Poor economic里面的穷人经济学里面的 Bennergy写的内容里面的所标签的 穷人其实他有一个非常特定的定义是指每天要在1美元以下就是99美分在一个平价购买合作力的平价购买力的情况下 99美分如果是在美国 但是在印度的话可能这个99美分可能是一个在16卢比 然后在中国这个数字可能是另外一个数字 210人民币的情况下生活的一群人 但是有多少中国的家庭 每个人每天在 每个月是生活费会低于200块钱人民币的人 其实很少很少 这个我们应该是把它算作 不能算作穷人 应该是算着极度贫穷的人 这一部分其实在中国已经非常少了 这个也是在中国 其实在最近几十年之内才极度减少了 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回复到40年前 这个99美分平价购买力以下的人 其实非常少的一些人 然后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他这个99美分 其实是在应该是在住房成本之外的 因为可能很多这种 就是生活水平在这个线上的人 他不是说去练家找一个房子来租的地方住 他住的地方可能是一个非常简易的 一个贫民窟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他这个是他就是平时来买 就是住房之外的开销大概是这样 好的 我刚才问那个问题你还没有回答 就是说你对平仲 你是怎么理解的 因为很多在大学 甚至是会去读PhD的经济学家 以及所有所谓的这一类经济学家 就是研究扶贫问题的 叫发展经济学家 他们很少很少有真正是来自于 这么草根底层的 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在研究一个对他们很陌生的东西 我其实在本科的时候没有读过 发展经济学 然后在硕士的时候读过发展经济学 还上了其中一门课 我认为在读没读过发展经济学 其实对理解穷人其实帮助不大 因为为什么呢 绝大部分的人 我们包括我在内 在西方接受经济学理论 这些读这些课的时候 其实并不能真正的理解 或者了解 穷人是怎么一回事 包括发展经济学 因为发展经济学里面 更多的是阐述了一个国家 从一个发展中国家 应该怎么样让他的经济发展 来帮助穷人 而不是实际从微观的角度来 看穷人如何生活 为什么他们会贫穷 发展经济学里面的大部分理论 是跟全球发展的宏观理论 更加相关里面 当然过去的10年20年中间 发展经济学的变化 也是非常快的 我们能看到 现在诺贝尔奖学 已经帮发给这种微观的 这些包括有实验类型的 发展经济学 对我们的这些理论上的帮助 还是有非常大的 我个人来说 因为我小时候的家庭 还是可能算是不能算叫贫困 但是也没有特别的非常好 我是在国内一个县城里面长大的 然后我的爷爷奶奶 是从农村里面出来的 所以说我还是可以理解 有很多时候求人是如何想的 然后求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从我大概是读中学之后 其实我接触了求人 所以所谓的求人 可能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从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去理解求人的行为 我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跟我的所谓的学术研究中间是有一些脱节的 所以说我认为很多的所谓的经济学者中间的做穷人研究的 其实对穷人并没有特别多的了解 他们在象牙塔中间研究穷人 其实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穷人的行为 这个也是为什么Bennergy跟他们三人组里面的 对经济学里面很大的贡献 我认为最大的一个贡献是指 让象牙塔里面的学者理解求人为什么会这么想的 而不是纯粹的以宏观或者微观的理论去理解他们 我也是其实挺同意你的 就是我在上本科的时候 有学那个时候不叫 我学的那门课不叫发展经济学 是公共经济学 其实和穷人经济学这本书里讲的非常多的课题都是相似的 说那个时候我有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其实是二战后 其实是和整个去殖民化非常相关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说世界银行 就是说西方国家主导的这种有一个发展经济学 就是他们在放弃了 比如说对印度尼西亚 对印度对非洲的直接的管制之后 那些地方都成立了自己独立的叫什么民族国家之后 其实有非常多的叫什么 就可能是人力资源的缺失 以及那个时候本来殖民地 大家可能主要目的 如果是按照比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 它的作用就是我在你这边夺取资源 虽然到了20世纪可能并不一定是这样 到新的这些政府 他们需要有很多理论和工具来帮助他们 把自己的国家赶快就是做大做强 以及包括我们中国讲的要实现四化 跟这些都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的更多的是 可能讲的是宏观的 都是以统计数据上来看 一个社会它有什么样的资源 有什么样的资本 有什么样的技术 然后怎么样去在这个宏观的领域 然后来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架子 一个模式 然后来让自由市场能够发生 或者发挥作用吧 在我们真的开始聊到这本书之前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东西 让我想到了一个事情 我觉得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 就是经济学里面的这些发展 然后非常简单地概括一下经济人发展 然后为什么这三位经济学家会得奖 我觉得会对我们的听众可能有点帮助 是这样的 我觉得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 它其实是在六几年 六九年之后才有的一个东西 才设置了一个奖 跟平时的我们说的诺贝尔物理奖 化学奖 可能或者科学奖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然后所谓经济学 它大部分时候在大学里面 是在社会科学领域 然后这两个词是非常 叫什么 有一种张力的 有一种矛盾 对 非常矛盾的两个词 一个叫社会 一个叫科学 然后呢 社会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我们在本科所学 社会学 然后跟科学其实完全不同的 所以说经济学到底是社会学呢 还是科学呢 科学跟社会学的区别 就是说社会学是一个 你去研究人类 人类是一个非常难理解 而且是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间 的东西叫社会学 科学呢 就讲 你不断的做实验 做任何实验的 的时候都不能 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如果你的那个 在那个假定的 策定的情况 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而社会学是指 你不断的做实验 得到结果 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所以叫社会学 然后这两个词中间 会有很大的不同 从大概是 50年代60年代开始 因为二战过后 有很多的宏观经济学的数据 开始在不同的发达国家 或者在不同的国家里面 开始慢慢的实行 就在二战之前 所谓的经济学 或者Adam Smith 这些东西 而不是 这些人所研究理论 大部分是有大理论 就说讲 哪些是好的 哪些有不好的 或者是 哪些是一个人类的行为 更多的是 趋向于社会科学 社会领域 所以说 跟我们的 所说的哲学 有点类似 但是二战过后 因为数据的 不断被开发 大量的数据被哲理 然后带动的二战过后 大概是 80年 70年代 80年代 很多宏观数据 带动了 所谓的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然后 大概到了 过后 这些实证研究 又慢慢的演变 成为一个叫 实用数学研究 所以说 慢慢的 到了90年代 或者到2000年 其实很大一部分时候 包括在我读书的时候 所谓的经济学的博士 很多时候 都是在应用数学方面 需要非常强的 然后我这个人 脑子跟不上 也是因为应用数学跟不上 所以说就没有读了 没有读博士 但是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呢 理论最早是理论经济学研究到了尽头 然后其实你没有新的理论开发 大家就开发出了一个叫所谓的实证经济学 就这样用数据来 这样测定这些理论的真伪 然后理论被测定过后的更多的时候 这些所谓的实证经济学研究到了一个极端 然后就变成数学 数学研究到极端呢 现在就到了一定程度 这样 所谓的就变成这样 一个实验经济学 也就是我们这些新的 我们这一届的2019年的经济学 他们尚未得到诺贝尔奖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用一种新的实验的方式 改变了我们最大的贡献之子 他们改变了所谓实证工作的一个方法 除了用传统计量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以外 他们大量的使用实验 然后来制造出一些数据 来制造出一些 然后来找出一些解决方案 然后他们这个就是他们的主要的贡献 所以说经济学里面 他们其实对贡献是在于 在传统统计学以外 找出了实证经济学 这个是以前是可能更少 他们用微观的实验数据 你讲的这个实证是哪两个字 实际的实证据的证 OK明白明白 我不是讲的那个政治经济学那个 OK明白 对所以在我理解里面 就你开始讲的这个 在学院里面的这种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这个 它也不是矛盾 其实是所有研究社会科学 和人文类学科的人 都会在20世纪会有一个 很强的自卑心理 然后就是会觉得 好像我们的研究不够硬核 后来有了数据以后 其实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 包括历史研究也会有这种 其实你现在来看历史 在有的大学是放在人文学院的 在有的大学是放在 社会科学这个学院的 也就是说他们 所有的这些研究人文 或者社会类议题的人 都会包括政治 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在里面 大家都想做得越来越硬核 然后可能刚才提到的 这个发展经济学 它涉及了非常多 跟公共政策有关的事情 因为经济学家本身并不能 真的有 他没有任何叫什么 没有budget 没有预算去做扶贫的事情 所以这些事情都需要 通过政府来实施 所以它有很多 公共政策以前也都是在政治系的 就是这种 刚才你讲的这个实证 用这个实验数据去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和 在我看来经济和 政治系的一个 某一种合作 然后让更多的数据 能够放 能够应用在 能够 或者是说让公共政策 能够更科学 更硬核 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 对吧 大概就是用实验的方法 来制造出更多的数据 然后数据用这些经济的方法来分析 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让这个政策更有效率 从一个公共经济学的看来看 就是让这些东西更有效率 然后就是让每一分钱 花的更有价值 如果从一个用更现代的语言来说 就是讲让它有更多的大数据 然后用大数据的方法来解决 现在的以前的贫穷的问题 对 那天我还在哪个文章里 反正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 别人讲一个段子 就是说看电视 看频道的时候 就是说两个数据最多的频道 一个就是像彭博财经 CNBC这样的频道 然后还有一个频道 就是所有的体育频道 当你现在在看足球转播 或者是在看高尔夫球转播的时候 大家对每一个运动员 或者是风速 或者是球怎么走向 都有非常多的数据分析 好像搞得特别实在 然后当你看财经台的时候 虽然有很多数据 但是说到底 大家其实也不 其实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那天看到这个段子 觉得还蛮有趣的 其实在现实社会里面 如果是在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是市场经济学 市场经济学人里面 就像CNBC Bloomberg 有些时候我也会上他们的节目 然后他们所谓的很多数据呢 到了最后 其实市场走不走动 都是看市场里面的人是怎么想的 所以说有一个实际数据 跟市场的一个期望值对比 那什么是市场期望值呢 其实实际数据出来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都是指跟市场期望值对比 比期望值好 所以说市场就会走好 比期望值差就会是 所以到了最后 还是因为跟这些所谓的交易员 或者是这些经济经理 他们心里怎么想的 所以说跟心理学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还是最后 还是到人的一个分析 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三位经济学家 其实我认为他们最大的一个贡献 是让不同领域的人理解穷人 为什么会穷 他们穷是因为怎么想的 也是因为理解在某种状况下 极度贫穷状况下 我们的行为会不会改变呢 我们就怎么样做决定呢 然后我们做的这些决定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然后从这里出发 我们可以如何帮助穷人 而不是纯粹的 只是让这些 他们在一个导演里面说了一个东西 我们到底一个社会上面 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说 穷人就是因为他们太懒了而变穷 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去理解他们呢 当然我们不应该理解 但是应该如何理解他们呢 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所以其实这一类 这三位经济学家 其实他们有一个统称 就是这一类经济学 因为他们发明了也不叫他们发明了 他们叫什么 发扬光大 他们发扬光大和应用了一个 其实是在医学界可能都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的 就是我们在看医学 甚至是就是药物开发研究 或者治疗手段开发研究中 都会大家比较熟悉的 有一些比如说叫双芒的一些对照实验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OK 吃阿斯匹林是不是会对心脏病有帮助 那可能我们做医学研究的人 就会找2000个人来 然后每一个病人都给他们 比如说我们就投一个硬币 如果是正面 你就会吃阿斯匹林 如果是反面 你就会吃一块小就是面粉 或者是糖做的药物 而且在这个实验里 是病人和医生都不知道 他们具体是吃的什么药 只有设计这个实验的人知道 有哪些人是吃的什么药 然后通过一个一段时间之后 再来对比他们的健康数据 然后来得出一个药 是否有效的结论 这反正是我的一个 特别不专业的解释了 所以这三位经济学家 他们也是把这个 所谓的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有时候大家都缩写RCT 这个工具中文 可能是叫随机对照实验 的这个方法来应用到 在扶贫的一些微观的政策上面 然后真正的是用数据来证明 就是不同的扶贫的手段 到底不管是 就是在各个方面 不管是教育还是健康 还是怎么样 它到底有没有效果 然后它的效果 是不是在统计学上是有意义的 所以他们这一类人 因为这个就是随机这个词random 大家就会把他们称作为randomista 就是这些喜欢搞这种 随机实验的这个人 他们其实在最近的十几年 在发展经济的领域里是 我觉得是一股运动 就是说他们发扬光大了 因为在他们之前 大家去做一件事情 更多的是 更多的是只是有一个理论 就是说OK 我们这样做应该是有好的效果 然后做完之后 可能会对比 做完 做了好像是比没有做之前的对照 是要好一点的 但就是说这种对照 可能比如说放在医学领域 就不一定是有说服力的 他们就是希望把一些 更加严格的这种 评判的标准和工具应用到扶贫 这件事情上面来 我们刚才一旁说提到了 就是RCT 它为什么会这个randomize 这个随机这个词 其实在很多时候 随机大家都会认识 随机就是讲没有人类的 去一些干预叫做随机 然后所以说就代表着科学 所以既然可以随机 所以说我们这个实验就是科学的 然后因为是科学的 所以说得到了结果 是应该是正确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把穷人 某种程度上 他们已经把贫困 或者极度贫困 当作一种医学里面的病毒 然后我们需要以哪些药物来测试 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测试 这种药物对极度贫困这种病 然后应该是怎样解决方式 当然这种比喻是不恰 比喻是不恰当的 但是想法就是大概是这种 这种类似的想法 对 而且其实你刚才也都会说 这样的比喻是不恰当的 所以真正在做发展经济学的 这个领域里面 也是他们的这些做法 其实争议性也是挺大的 我们可以先聊他的书 然后再来聊一聊 就是这个领域里的一些争议 对 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听众 先大概了解一下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说 我们对这些书的内容的看法 就是我们讲的贫穷经济学 Poor Economics这本书 刚才说了是这一对夫妇 MIT的这两位经济学家 他们合著的 大概10年前出版 好像出版的时候 也得了金融时报 某一年的最佳的这种商业书籍 可能他们这个评选就叫商业书籍 我也不觉得这是一本商业书籍 然后这本书是分两个部分 前一部分 第一部分是讲穷人的生活 然后我是看了这一部分 我可以分享这一部分的内容 然后庄博是看了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叫institution 是应该怎么翻译 机构或者是制度 或者是这一类的东西 其实看完了 我觉得更多也是市场 这一类的事情 他们会写这些东西 其实是因为这几位经济学家 他们可能在过去十几年 从事了大量的 就是所谓田野调查 或者是非常实际的 在发展中国家参与 到了非常多的扶贫计划中去 然后因为他们的这样的参与 一方面是他们 亲身的也感受到 在这个领域里有非常多的理论的争议 这个争议通常来自于两个方面 其实也是对于贫困这个现象的 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一种态度可能代表的是更传统的 就是世界银行 以及比如说联合国要做千年发展计划 这一方面的学术态度 他们认为穷人的 或者是贫困的国家里面 有非常多的制度 以及市场 以及机构 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 或者服务的 公共服务的缺失 如果你去一个非常极度贫困的村庄 他们没有学校 没有自来水 没有医院 然后可能也没有 也没有现代的知识 就是有非常多的 这一方面的缺失 大家需要做的 就是说西方国家 或者是国际组织 去把最先进的这些东西 和他们的政府通过配合 来给他们的老百姓提供 公共服务 当有了这些公共服务以后 特别是教育和医疗 这些人就贫困 就能够相当于得到迎刃而解 因为他们自己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相信 有一个所谓的贫穷陷阱 这个东西 就是当你在99美分 这个生活线上挣扎的时候 你可能每天都吃不饱饭 你真的都没有力气去工作 然后你有一点点力气 挣来的这个钱 也刚刚够你吃饱饭 然后当你刚刚存了一点钱的时候 哪位家人生病了 或者结婚了 你的所有的钱 就全部都又耗在那个里面去了 所以他们认为 政府有义务去把 把他们从贫穷的陷阱里面 去给拖出来 来帮助他们 那另外一方面的 也是其实这些也是经济学里 一个很真诚的态度 他们就是认为 你是好心在帮倒忙 比如说这些人也会 拿出很多数据来说 OK 你去给他们 修了非常多的学校 但是这些学生 他可能在这些学校里面 学到的知识 是你认为他应该学的知识 其实和他的生活 和他有可能从事的工作 是完全脱钩的 所以他们之前没有这个学校 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需求 假如他们有这个需求 市场就会提供这样的教育机会 这几位经济学家 也是在就是说 他们的实际工作中 看到了非常多 这样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些争论 他们更多的就是说 OK 大家都先闭嘴 就是你做的 比如说修心学校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用 让我们通过 就是这些随机的实验 提供真正的有效的证据 来证明他到底有没有用 就是在哈佛的这个Michael Kramer 这个也是获奖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90年代做的一个调查 就是在肯尼亚 他通过这个RCT 就是这个随机控制实验 他去调查说 我们免费的给学生提供教科书 是不是对他们的学习成绩 以及未来的收入会有帮助 因为教科书挺贵的 然后很贫穷的学生买不起 那传统的发展观就会认为 OK 你提供免费的书 肯定是一个好事 但是数据出来了以后 好像并没有很明显的是说 哪一些学生拿到了免费的书 他们的成绩就一定会更好 然后他们未来的收入 就一定会更好 就是在统计学上 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 那他们就会说 那是不是说提供免费的教材 就是一种浪费 其实也不是这样 真正这个教材没用 是因为这些教材是英文的 而对于肯尼亚的学生来说 他们有自己的部落的方言 然后肯尼亚的普通话是Swahili 官方的教育的语言是英文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 英文其实是他们的第三语言 所以免费的提供英文教材 而且对于他可能本来就已经跟不上进度的学生来说 是没有用的 他们可能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 就是更因地制宜的 更实际的一些更小的方案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但是总的感觉就是说 他还是会认为在扶贫 或者是在这些发展计划中 有非常多想当然的设计 然后这些想当然的设计 其实是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甚至是造成了很多人对扶贫 或者是发展的一些不信任的一些情况 对 我觉得伊凡 你刚才说的很多的内容 都是在说讲 这些随机控制的实验 他们在做这个实验过后 我们在应该所谓的 通过这些经济学会政策制定者里面 对穷人的生活 跟穷人的生活的理解 我们应该怎么样以最有效 跟最有力的方式 帮他们来解决贫困问题 所以说我们的在政策制定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更有效率 同样的比如说100块钱 我们花到100块钱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帮穷人 解决最多的问题 刚才说的所谓的书本问题 你说解决帮他们给他们书本 有没有帮助 其实肯定是有帮助 只不是帮助没有那么样的有效而已 非常的明显而已 可以用更好的一种方式来解决 所以说在书的结尾 我觉得他们做了非常好的总结 他们就总结了5个点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很 我可以很快的方式说了这以下5个点 为什么穷人是穷或者穷人到底这个是他们书里面 穷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考虑穷人 这个第一个点呢 他说了穷人通常缺少信息来源 相信错误的事情 就要比如说讲我们穷人不知道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不知道基础教育的重要性 然后也不知道比如说基础教育可能是非常简单 你比如说你会数字或者不会数字 这些东西就已经对人可能有很非常大的影响 不知道应该用多少化肥才能增加或者减少这个土地最大的产出 或者不知道哪种方法最容易感染上艾滋病 这种东西 所以穷人缺少信息来源 或者是以我的理解方式 穷人缺少去加工或者是去理解这些信息的真伪 或者帮他们做出一个有效的决定 有帮助的东西 这个是穷人第一个点 所以说政府或者机构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说信息发布的方式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可靠的 就说讲我一个政府或者是机构 就跟你说讲儿童需要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 就是应该接种这种疫苗是最有效的 然后你们都去接种就好了 第二点 穷人他们认为穷人肩负着各种不同的责任 或者是各种在要需要做不同的决定 这些做的决定 对于绝大部分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是不需要做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时候做的决定 都是需要去做一些非常简单决定 但是穷人做的决定 所以可能是比我们中间是需要更难的 他们举了一个之前指了一个例子 就说过如果在水需要绿化的时候 他们需要买小药丸 扔进去可以净化水 然后穷人 大家绝大部分像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 不需要去觉得讲水 反正自来水烧开了就能喝了 但是在别的地方 在这些穷人住的地方根本没有自来水 因为他们需要做的决定比我们要多得多 然后第三在穷人的眼中 在穷人的生活中 其实不管穷人和富人都有一个需求 就是说讲理财需求 现在听起来有点非常奇怪 因为穷人没有财怎么理财呢 但是其实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是说有一点点钱需要理财 但穷人其实也需要理财的 因为对于他们研究来说 很多穷人的存款所得到的利息 对穷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低的利息 我们不是所谓的我们纯净银行里面 得到了利息2% 3% 4% 所以低 因为对很多穷人来说 拥有一个银行账户 对他们来说是有成本的 所以说他们去开户 很多地方是需要钱的 所以说对他们来说 拥有账户可能是得到是负利息 另外一方面 这些穷人贷款的利息又是很高 所以说对穷人来说 在一个理财的市场 或者是医疗保险市场 是一个不是很健全的市场 因为他们没有对穷人的医疗保险的 的提供这些供给方 所以说对于政府来说 政府可以提应该提供 比如说强迫银行 提供免费账户 然后政府可以补贴保险费用 一些发放一些 这些coupon 这些带进券之类的东西 可以让 求人有在这些比较基本服务 比如说讲银行账户服务 或者是求人保险服务上面 得到一些更好的帮助 在这一点方面 它其实最后最重要的一个点 我认为是更重要的一个点 在这些补贴的市场 因为你比如说提供免费账户 对于银行来说是一个负担 所以说在这些保险跟银行补贴的市场里面 需要严格的监督 确保其运营的良好 然后这个是他们需要提供的 然后第四点 是说贫穷的国家不会因为贫穷 或者是他们之前的历史而注定是 他们会这些贫穷的国家 不会变得发展的更好 不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这些在贫穷的国家 是因为一些制度的惰性 就是制度里面可能一些 他们举着一个例子 说一些印度的一些护士 然后不能很好的工作 然后也不能去 不能就每天不会去早班打卡 晚班打卡出去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一种制度的惰性 那些人没有帮这些护士想过 这些护士的工作职责到底是一个 有没有人去监察他们的工作职责 他们的工作职责到底是 对他们这些人有没有吸引力的 因为没有人查他们 究竟护士有没有去工作 这些职能应该是怎么样的 就会变成讲 这些制度没有人去监察 然后这些贫穷的国家 在不断这种在制度的惰性当中 不断的衰退 或者变得更差的 然后比如说老师变成教学散漫 然后建筑施工的时候 偷工减料 或者是新建的路因为操展 变成道路坍塌之类的东西 然后所以说 他们认为 按一个正确的方式 在不改变社会结构的情况下 其实还是可以对这些现有的规定 和正在实施的东西 可以进行管理和政策的进行改进 他们所以说他们觉得 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 可以改进这些制度的发展 所以说总体来说第四点就是说 贫穷国家要对 要让他们的人民 对这些政府的工作人员有监督 他们就可以做得更好 现在是因为没监督 所以说他们做得不好 我们应该让他们有一个监督的权利 然后最后一点呢 是说 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 人可以做的事情 跟不可以做的事情 都是因为现有的 我们自己的想法中间的 就是讲我们到底比如说讲 中东里面女人可不可以开车 或者他书里面举了个例子 讲印度里面女的可不可以从政 女的可不可以去选举 然后其实很多人的 对这种叫 这种能不能做的事情 其实不是很确定 但是呢 我们在扶贫 或者在这过程中间 当一种情况得到改变 得到改善 我们应该去 促使这些好的情况的改善 其实可以影响到人们的一种 行为或者信念 所以说造成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总结他们就所说的例子 就叫我们作为一个不是赤贫 或者不是极度贫困的人 以应该怎么样的方式 解决他们信息的问题 然后解决他们一些服务没有得到的问题 比如说刚才银行服务 跟保险服务没有得到的问题 然后解决他们应该一些 比如说监督的问题 就叫市场监督的问题 解决他们应该让他们觉得 可以想到能做到的事情 他们现在认为做不到的 可以让他们觉得可以做到的事情 才能够解决一些贫困的问题 如果我们拒绝懒惰 或者是一个公式化的思维模式 如果我们可以拒绝这种模式的话 如果我们倾听 球人在怎么想的理解他们的逻辑 我们是可以制定出一些很有效的方式 来解决球人的问题 所以可以解决贫困问题的 我其实刚才听了你 就是你附述他们的这个总结 我觉得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来理解 如果真的就是把 我们把美国人放到肯尼亚去 放到肯尼亚的村子里面去 美国的大学生 他们可能依然会是贫穷的 就是说我们以前都会说那种 你很牛逼是因为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就是说在发达国家 这个社会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东西 就像打游戏一样 你是打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式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 所有人都是在玩最难的模式 刚才你讲的 不管是信息的缺失 还是说一些本来 都不用你去考虑的问题 都帮你解决掉的问题 在那边你都需要每天都需要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 就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所以当他们每天都要解决这么多问题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得到什么样的发展 其实就是说 他们的生活中受到的限制 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而且这种限制 有的是来自于 你提到的几个 也是来自于文化领域的 一个是你说女性能不能从政的问题 就是说当他们看到了一个正面的女性村长 一个女村长的榜样的时候 以前的这个观念可能就会退化 或者就会改变 然后以及在比如说要免疫的这件事情的上面 之前也是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在非洲一些国家 他们是觉得小朋友在出生的 他的头半年还是多少时间是不能出门的 因为婴儿一出门 他们就会觉得有邪气 就会附体 那当你跟他说你要去做 要去那个卫生站打疫苗 接种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 OK 我接种的这个东西 是你跟我说的一个新的事情 但是他在去这个卫生站的路上 如果中了邪气 那又怎么办 我觉得它是一个信息的缺失 但也是一个文化方面的一个事情 需要大家被重新教育或者是 当然另外一种做法就是 政府完全强制性的 用惩罚性的手段来做这件事情 这种不同的手段 我觉得和你刚才讲的它的第四点 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他们是在意识形态上是中性的 就是在他们看来 不管你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还是一个民主国家 其实都是可以杜绝贫穷的 只是大家的手段不一样 或者是说我们都会有一些 可以操作的事情来提高这些赤贫人的生活状态 对的 我是觉得他们的方法这些东西 我是同意的 就是这些方法能不能 不一定能解决贫困问题 但是肯定是可以帮助贫困问题 然后我觉得读完他们的书 我觉得有一些点我是肯定同意他们 他们这些做的内容 做的这些实验肯定是帮助我们理解的球人 但是事实上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政策指定者 或者是一个做一个outside的 或者不是本国人 比如说像比尔盖茨基金会的这些东西 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贫困问题呢 是不是应该让这些用微观的方式来解决这些 比如说送蚊杖 然后他们不被蚊子咬 就不会得病 或者是给他们一些清理水的一些东西 可以帮他们解决贫困问题的 还是我们有更好的方式 或者是有别的方式来解决贫困问题呢 我是一个相对来说 更加倾向于用宏观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宏观的政策 某种程度上 有些宏观政策可能都是政治不正确 或者经济学上更加不正确的方式 我认为他的这些 所谓的更加比较非常简单的事情 不一定能解决这些微观的贫困 因为我觉得他做一个实验的同时 有很多因素在里面 在一个理想的情况下 如果数据不被污染 然后又在一个同样的地方所实施 他们是可以的 但是呢 他们做了这些方法 很多没有一个普世的通用的一个标准 第一 数据有可能被污染 第二 用实验的方式来得到解决方案 有很多局限性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地区 宗教 分俗 然后才能得到一个 一种结论 在实施的时候 比如说你得到一个结论说 我们应该给他们 呃 保险的事情 然后呢 补贴保险 大家都去补贴 大家行为都一样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因为制造谣言 然后让大家不去去弄这个保险的情况下 如果是他们比如说造谣 但造谣者可以受益的情况下呢 然后你这个可能实验的结果就不再实施 因为有人受益 有人不受益 然后就有人在很穷的地方的时候 人的行为是不可确定性 因为造谣 往往很多时候又有不同的那种incentive 你可能造谣 经济力在背后 对 不过经济力 很可能只是因为讲 哦 我今天要受惩罚了 我就造个谣 然后很可能让这些实验完全没有用 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人的微观行为 很可能在实验的时候是一个结果 但是你实验得到了一个比如说政策的结果 你去实施这个政策的时候 可能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而且你在一个地方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你在印度得到一个结果不一样 你放到中国去不一定有用啊 或者放到肯尼亚去不一定有用啊 所以说这种时候的结果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你去做实验的成本这么高 然后你就说哦 这是最有效的方式 我们是不是 这个当然是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去做 但是我认为从更宏观的方式来说 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 更加重要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我其实也是挺同意你的 就是说这个起码我们对比过去六七十年 就是全世界有多少人脱离了贫困这件事情上 通行的这种通过国家的现代化 然后通过制造更多的商业机会 然后建立更完整的法制制度 然后可能是那种基础建设 提高全民的教育素质 这些东西一定都是 当你把这些东西建立起来的时候 你能制造的经济增长是远远超过 就是说我给这些人发文账 然后说或者是治一些个别的这些疾病 给他们提供免费的药 效果是要好很多的 就是这些很微观的这些帮助 好像更多的是这种 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迫切性 它是特别存在的 但是更好的方式 当然就是说让这个国家能够富起来 你就不需要去每一次它发洪水了 都要这样去救它了 我一半同意你刚才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一个 一定要从制度上面 一定要从几个发达国家 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我觉得因为发达国家 有很多一套的方式让他们成功 但是在一个极度贫穷的国家 极度贫穷的地区或者国家 我觉得照搬一个发达国家 全部照搬我觉得不一定有用 在我认为可能当然也是一个 政治不正确的观点 我觉得在一个他们里面说的 有个东西讲 政府应不应该补贴医疗保险 政府应不应该让放个小额贷款给求人 让求人更好的去 比如说求人很穷 连一个推车都买不起 比如说卖西瓜的 或者是卖煎饼的 推车都买不起 我就把贷款给求人 让他有机会去做煎饼 或者是做一个 让他我就贷款给他去买推车 让他有机会去做煎饼 所以说求人会生活会更好 我觉得特别是小额贷款这个东西 我是非常不同意这种观点 因为什么 第一如果给求人发放贷款 让他们都有一些做 比如说推车 这些比如生产工具 但是这些生产工具 对于求人个体生产者来说 他们能从事的活动 都是一些像类似的活动 比如说你能卖煎饼 我也能卖煎饼 第三个人也卖煎饼 第五个人还是卖煎饼 他们能从事的经济行为 非常有限 当你把这些贷款 带给很多人卖煎饼 那这煎饼的价格就卖不上去了 那煎饼能提供的这些 所谓的附加值就很低了呀 所以说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制度 可以做的更好东西 其实这本书里面 也提到一个东西叫一个稳定的工作 因为他们里面 还提到了很奇怪的一个东西说 他们觉得求人最好的 从至少这印度的角度 是一个最好的解决贫困的 就是说他们求人可以当公务员 公务员里面最主要一个东西是什么 就稳定的有收入 他们就可以脱离贫困 但是呢公务员 每个国家公务员的人肯定是很有限的 你怎么能进入公务员呢 很难 但是一个国家可以制造出稳定的 有收入的工作机会 然后可以增加 稳定的收入工作机会是指什么 建工厂 建工厂 就把建工厂这个例子 跟刚才我们说的 手推车的例子来对比 手推车如果里面一百个人 都贷款给他们做推车 我刚才说了煎饼的价格卖不上去 推车的人其实也做不了 也赚不了很多钱 还是不能脱离贫困 而且他们这种是跟消费者有关的一种 经济行为 所谓的消费者是指他们是卖东西给人家消费的 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原始的一种东西 他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做的东西很有限 如果把这些带给一百个人的钱做一个煎饼工厂的做一个有包装的煎饼工厂的如果有一个塑料包装煎饼工厂这个煎饼可以可以放三天可以放五天或者可以放一个月的然后这个做工厂的同样的钱拿去建工厂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更好呢 球人之间做球人之间能做的东西其实很有限 企业或者更大规模的企业可以解决球人之间同质化就是同样质量的竞争的问题 所以说我认为呢应该让工业应该这些补贴的应该让工业化提供资本而不是让小桌房的球人给小桌房的球人去贷款 让球人去以企业的方式更有效率来介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去非常低的贷款给贷款给更多人还不如先让一部分人根本就拿不到钱也拿不到贷款也不然让很小一部分人先去工厂里面做先付起来先付起来或者是先有工作之后就能解决我们刚才的很多的问题 就说比如说有人没有医疗保险那你说你先提供医疗保险重要呢还是先把提供医疗保险钱去建工厂 让他们这些工人有工作之后他们的钱赚的钱就有能力去买他们自己的保险而不是先拿这些钱去提供医疗保险 我其实是同意你说的我刚才我不是说要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 我当时想的我说的国家需要做的这些基础工作 其实我是指是说一个建造一个现代化国家需要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包括你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要发展制造业 然后要有一些产业政策 这些东西其实是现在你去看很多包括什么像土耳其埃及 这些中等收入国家他们一百年前现代化都走过的路 就是哪怕就包括那个什么上一期节目里我们有说 因为我们有聊谁去有一个嘉宾去中东玩了 就中东发石油暴富之前他们卖珍珠嘛 出口珍珠这个也是一种简单的拿自然资源 然后再加工然后再出口再换外汇的这种方式也是 其实这个和最开始台湾和香港人在大陆开工厂制造机会是一样的 那你讲的那个小额贷款的事情确实 我就发现小额贷款的支付 大概七八年前也是得了一个诺贝尔奖的 但他得的是和平奖 其实你说要发给经济给他发经济奖也没有也没有问题 我就在想可能还是一个他是互相不排除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确实有很多很穷的人他是贷不到款的 可能在中国他就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 或者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民间相互帮助的方式来做 那小额贷款的这些公司 我觉得他能够做的事情一个是制度化品牌化 然后能够吸引一些国外基金会的钱来帮他们做这个事情 也是一种补充 对 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更多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角度 解来解决讲如果很穷次贫 我们应该解决实际他们非常实际的问题 怎么样解决他们目前短期内次贫的问题 然后减少这些次贫的问题 然后我说的刚才说的就一个方式 我们怎么样可以一个更长期更制度化的来解决这些次贫 如果是一个国家制定者 如果我们要改变这种现状 我承认他们发现的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非常relevant的就非常有效的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呢 但是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呢 我有些就不是特别同意 当然这些谁是对呢 谁是错的 是没有一个正确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讲 如果喝水水污染 可以用一个放一个水净化的那个 去小药丸进去 比如滤化 我们自来水里面都有放滤进去 然后这个东西可以净化水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很多国家都 发达国家当然自然而然 自来水里面就有 我们国家其实也有 但是在非洲国家没有 他们就必须放这个小药丸进去 但是呢 如果其实我们中国在解放前 也有一样头累的问题 其实解放之后 刚刚开始的十年 中国有很多鼠疫祸乱 喝深水 这种各种不同的传染病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现在中国人 我们现在很多出去 中国人出去旅游 被别人诟病的各种事情 进去餐馆里面 就跟别人说 哎呀对不起 我要温水 其实很多欧美的餐馆 就不可能有温水这个东西 也不是不可能 他们就很少有温水 这个看起来非常奇怪的 一个中国行为 但是这个中国行为呢 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的 求人经济学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因为建国之后 国家发现很多人 就因为喝深水 喝中国的深水 造成了很多传染病 和疾病的传播 大概在50年代 跟60年代 中国政府就开始 鼓励在工厂跟学校 各地鼓励 要喝热水 在工厂跟学校 大规模的 就开始有热水瓶 那这些东西鼓励大家喝热水 喝了热水之后 就有消毒啦 这些灭菌啦 这些作用 所以说我们从小就开始 至少我们父母 从我们父母开始 从小就开始有喝热水的习惯 但是这些习惯呢 你说讲 一个热水把它烧开 然后你可以跟别人 跟人说 就是因为喝热水 应该怎么好 怎么好 你先看说一大堆一大堆 还是讲 应该中国一个强制性的 直接推热水 所以说 推说 中国不是强制性的推热水 而是找到了一个文化方面 很好的解释 跟你说 这个是中医的理论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它其实是这样 政府应该怎么样的信息发布 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 有一个一点就非常简单 信息发布应该是简单的方式 可靠的方式 那你说讲 我们可以既然依赖政府 来跟我们说讲 喝热水是比较好的 喝热水能解决 不能说解决贫穷问题 但是你能解决这个东西 有传染病的问题 那你说讲 我们喝热水听他们的 然后你比如说讲 开银行账户听他们 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 再推得更远一点点 就一个买医疗保险 应该听谁的 买医疗保险应该听谁的 这个东西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 是指 穷人缺少信息来源 对 但是很多时候是穷人 没有方法来 process 或者是就没有方法来 消化这些信息 但消化这些信息 其实不是一个0到1的一个结果 其实中间很多缺陷的 然后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医疗保险 那你说讲一个普通的人 普通人甚至 比如说假如我们一个初中毕业的人 能够读懂保险行业 或者买保险的那些后面有30页 50页的那些terms and conditions 我觉得很难 但你说讲一个大学生 可以读得懂吗 不一定 也不一定 那你说一个 你一个读进入学的人 读得懂吗 有可能读得懂 但是呢 所以说你 我们是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不应该让政府决定 或者政府说 你应该买这个保险 你应该不应该买这个保险 我想说的是 有很多信息 我们每一种不同教育背景的人 能process的信息 都是不一样的级别 所以说我们不能一概的说讲 政府应该代替 这些求人来做一些决定 让他们有更可靠的信息来源 可靠 这个是很可怕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可靠 什么不可靠呢 谁来做这些决定呢 然后有一些 你到历程的时候 政府有一天说讲 我要帮大学生 来提供可靠的医疗保险信息来源 那我们应不应该相信他呢 那你因为你大学生 你普通的 你比如说学唱歌的大学生 你也看不懂 这些医疗保险内容 我们是因为依靠政府呢 就很难去依靠政府 这个这一点 延伸一点是指 我想说求人 他们不可以有效的去 process他们的这些信息呢 一直有这些问题存在 不管他们是求人 他们小学毕业 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 总有一部分人 政府所能做的 除非是你要一个独裁者 政府 你要让一个 就是政府控制 所有的信息来源 所以一定会有这些求人存在 我们不应该去 一味的追求 信息可靠来源 我觉得还是工作 你去让人家有稳定的工作 有一定的钱之后 有时间去想了 然后有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 有钱去思考这些问题了 自然而然就会有 他们就觉得 我买医疗保险 比较重要了 有时间去思考 不饿肚子了 才是最重要 我们刚才最早就说了 有人饿肚子 他们做的决定 很多时候就讲 这个水里面要不要放一个药丸 这些事情 对他们来说可能不重要 但是他们解决了饥饿问题 有一份比较 那个工作之后 先才能做出一个 更好 更有效的 解决贫困的 所以说 我觉得还是得从稳定的工作来做入手 我并不觉得 就是这个选择是说 没有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 就是说政府在提供 就是比如说在欧洲 大家都有全民的医疗保险 但是医保包括什么样的东西 它制定的最初 它是否 比如说中国也有医疗保险 那它能够包括的药物 可能有一些癌症的 很贵的药 就不包括 那在英国这边 其实每年 大家特别是有新药出来的时候 也都会有很多讨论 说这个药这么贵 可能一个药 就是好几百万市场价格 那政府的医疗保险 我们要不要去 把这个药也放进去 那这个讨论和博弈 是一直都慢慢都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政府提供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保证 这个是一个政府应该做的职责 然后当你这个社会越来越有钱的时候 你才会慢慢的提高 再来慢慢提高 你的最低保障的这个线 在什么地方 对 越来越有钱 越来越有钱才是一个关键 我觉得 我认为我们在讨论的这个时候 是叫赤贫 就极度贫穷的时候 极度贫穷的时候 我觉得根本就不应该考 就不是说不应该 从人道主义角度 应该考虑医疗保险生病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 来解决赤贫的问题 或者应该更少的考虑医疗问题 应该更多的考虑 让他们先有工作 有工作之后 他们可能有工作的收入之后 他们的工作收入 可以让他们某种程度上 减低这个医疗的需求 而不是刚开始就开始 就开始那个 因为就开始想着讲 你需要医疗 当然我同意 不同的阶段 然后医疗的需求 比如说英国提供的全民的NHS 这些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 你不同的发展阶段 可能对医疗的需求 也是应该政府所做的东西 应该不一样 但是在次贫的阶段 特别是在 因为我去过很多印度 我觉得在印度这些 印度这种国家 我觉得就不应该有非常多的这种 他们的钱就更多应该花在 让人去 能先找到工作再说的一个阶段 但是其实你刚才讲 吃饱肚子这个事情 它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章 就想说明的一个事情 有很多 其中我看到 还有一个在中国的实验 他们在 另外一个学者在中国 做的这种实验 它就对比我们给很穷的家庭 提供有补助的大米 其实就是让他们的 吃大米的成本降低 这个降低米价之后 经济学家一般就会觉得 他们就应该多买一些 这些便宜的米 然后因为这个已经低于市场价了 他们就应该囤积一些这样的米 实际上这些家庭在大米上 接约了钱以后 他们就会想买一些虾 买一些 吃更多的肉这样的事情 这里面其实让我看到的 就是说 我们不能说很穷的人不理性 而应该是说生活好 就是有钱的人和穷的人 其实都对想要一个比较舒服 和好的生活 是有非常类似的向往的 在印度的一些调查中 他们也发现 就是这些赤贫的家庭里 5%的开支是买糖 就是他们希望在自己喝茶的时候 或者是买茶 他们甚至这个茶 也会是在街上买 那个一杯一杯很便宜的茶 穷人他也会抽烟 也会喝酒 就是他们不会是说 按照一个机器人一样 是说OK 我去选择世界上最便宜的卡路里 把我填饱 然后我去工作 然后我在这一个阶段 是要做到 我把99%的收入都存起来 去帮助我买一个煎柄车 然后去做更大的生意 穷人不是这么思考的 大家也有非常 也想要舒服一点的生活 也想要 或者怎么说 他们就没有那么机械化 对 所以我完全了解 他刚才他们举的这个例子 我也同意 就是说穷人跟富人 其实想法都一样的 就是我们比如说 买了自行车 想买摩托车 想买摩托车 汽车想买汽车 想买游轮 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我们对这个需求 而且你很可能是 比如说你买了自行车之后 你觉得我需要汽车 还是不需要汽车的时候 你会想到 其实我那边学费不够 我的车饭更差一点 算了 我还是去买汽车吧 这个东西是一个人的这种都有需求的 这种快乐性需求 让自己更快乐 所以说刚才说的 我们研究的是人的行为 人的行为呢 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东西 你在不同的阶段 人的行为是不可不可确定性 比如说讲 我们在可能在印度大家吃糖 然后觉得糖的需求很高 但是你想想看 中国在次贫的阶段 如果可能在 比如说我们80年代 物资条件非常缺乏的阶段 比如我小时候 可能我就觉得 父母给我买一点的肉 买一点的鸡蛋 可能就是一个奢侈品的 可能他们不吃 但是他们也会觉得 奢侈品可能需要 让我去学校读书 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 但是每个文化里面 每个地区之内 他们所谓的奢侈品 是一个不一样的行为 跟不一样的奢侈品 或者说是不是奢侈品 这个东西 你觉得是奢侈品的 别人不觉得是 比如说在传统社会里面 他们可能会把家里 一半的钱都拿来 就是当嫁妆 或者是办一个 很风光的葬礼 以至于有一些发展中国家 就会有法律 限制葬礼的这个消费 要到多少对吧 在西方人看来 就是你这是一个 不理性的行为 但是在当地的文化看来 他不这么做 好像他就 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也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奢侈的事情 其实对他来说 他其实是 就是满足了他的一些 某种的欲望 跟富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 utility在里面 然后我们的 中国的汉朝 其实也就后站 这些东西就需要去 因为那个时候举笑脸 这些就是人要有孝道 才能担官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些 父母或者是一些 老一辈的死了之后 风光大战 所以说中国也有这种 然后这种 其实是有利益的 关系在里面 其实在印度的这些国家 可能也是有这些利益 也是有这些利益的存在 利益存在 你比如说风光大战 他们觉得 就是精神上的 spiritual needs 这些精神上的需求 让他们来生 可能过得更好 也是他们觉得 我奢侈品跟吃不饱相比 那我还是要来生得了 所以我觉得 这些跟全人来说 你的奢侈品的行为 不能纯粹的 是说我在这个做了实验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然后到了另外国家 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是一个 可能不一样的 对一个穷人 除了我刚才说的工作的 除了我刚才说的工作机会以外 其实很多时候 特别是在 在中国这个环境下 我觉得 为什么中国在 减少贫穷贫困人口 变得这么成功 或者某种程度上 一个按世界的定律来说 是一个奇迹的 因为减少了这么多贫穷人口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还有一个东西是 在激发对物质生活的渴望 让精神生活 不再是一个考来的情况下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在很多国家 特别是在印度 印尼这些国家 就好像你刚才说的 抱孩子出去会得邪分 会中邪 或者会生病之类的 然后这种鸡 其实是一个迷信的 它其实是一个部分 但是这些人觉得 这些精神上的需求更重要 但是中国因为 我们建国之后 有很多的运动 让中国的宗教 在中国人生活中间 至少在70年代 80年代 基本上就消失不见了 中国人对赚钱的需求 对物质生活的需求 无限的高 所以说 第一 有赚钱的需求 第二 在有工作机会的时候 他们自然而然就脱贫了 因为我对精神没需求 那你说讲 我来世这些东西 都不重要的情况下 那我只能去把这些 自己把自己喂饱了 把自己弄好了 才是一个对现在 最符合自己要求 但是同样的情境 放在印度 其实不适合的 印度有那么多的宗教 他们可能对脱贫 他们觉得不重要 因为他们有些人觉得 我坐在那边 我在肚子饿 是修行的一部分 饿够了 我来生就变成一个 婆罗门门 然后我就不是一个 第一种性的 现在的第一种性 所以说这些东西 有很多 我想说的是 很多地区宗教文化的 这些因素 那脱贫 还是得 第一 让人有要对物质产生欲望 第二 让人有对物质产生欲望 让他们有办法去 解决这些欲望 就这样有个稳定的工作机会 他们就脱贫了 然后我觉得最后 我还想稍微提一下的 就是说 我在看MIT 给他们的两个经济学家 开了一个发布会 还有他们后来 写的一些文章中 我就隐约感觉到了一种 他们没有那么的 很难说明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出来领奖的时候 一直在抱团取暖 有一种感觉就是说 这个奖不是发给我们的 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事情 是我们的做随机实验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运动 我就觉得用运动这个词 就说明他们想要打倒一些东西 他们想打倒的是什么 反正我就去网上搜了一下 我就搜到一些 其实也是很著名的 很有经验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 对他们做的这件事情 并不一定是他们做的事情本身 而是他们做的这件事情背后 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其实有蛮大的争议的 其中最大的一个争议就是说 他们认为做这个随机的 控制的这个数据实验 是一个扶贫计划 有没有效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试金石 那首先做这个实验 是一件蛮贵的事情 之前的做这些扶贫计划 没有这一笔预算和开支 有一些人就会担心 那未来是不是 所有的扶贫计划 都是要先搞这个实验 实验证明了有效我们才做 没有效就不做 那这样是不是就会增加扶贫的成本 即便你在说你是在增加它的效率 但其实有很多 你无法被证明的这些事情 是不是就会被放弃 就没有人做了 然后进而也有一些 我就觉得已经 就是有一点像阴谋论的这些人 就会说这是不是西方国家 就是说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取得那种很大的 很长足的发展 比如说以前世界银行可能会贷款 做很大的一些项目 一些基建这些事情 是不是现在有钱的国家都不想再援助了 而只想做一些很小的事情 因为能够被这些随机实验证明的事情 往往都是一些非常微观领域的 一些小的一些项目 所以他们也会担心说 这个运动会带来的一些负面结果 就是说大家在扶贫的上面 着眼点就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细微 而放弃了一些可能 就是没有那么立竿见影 但是非常有效的一些事情 这肯定是一个 我不能说一个阴谋 但是这是一个 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趋势的 因为毕竟现在所谓的世界银行 这些或者联合国一些扶贫项目 它其实效果可能不在大家最早在50年代 60年代所想象中的那样的有效 然后现在呢 有各种不同的那个慈善组织啊 这些所组织的这些 你能看到立竿见影 你能看到实际的效果 而且你能测试这些效果的时候 所以就有更多人想赞助这些活动 所以说你刚才说了一个 这是一个movement 当然它总体来说肯定是一个movement 但是从一个拿到就四个行业 private sector的funding的时候 他们肯定是一个 更容易拿到一个private sector funding 但是从一个政府的角度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 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难的吧 我认为 但是无论如何 我昨天跟一个在 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在也是做一个这种发展 他是一个发展经济学家了 然后也做很多 在土耳其啊 叙利亚的这些项目 他就跟我说 但是无论如何 总的来说 把这个诺贝尔奖 颁给一些做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学家 总比发给那些做corporate finance的 像发给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 要好很多 那当然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 最近十年呢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 其实有诺贝尔奖学金的经济学家 其实有好几个 还是跟市场经济学家 跟金融市场经济学 有很大的关系 发给一个求人经济学 我不能说 那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东西 但是总是对人类的帮助 要远远多过于对一个金融市场里面 让他们这些所谓的经济经理 怎么赚更多的钱 可能会更有帮助一点 好呀 谢谢壮博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然后最后一点 我想说的是 我们刚才说的很多的观点 因为没有打过草稿的关系 可能有一些极端 或者是政治不正确 或者是一些漏洞百出的一些观点 但是我基本上是 本着和一番聊天的原则 听众们不要把它当作一种 正式的观点输出 不严谨的地方 请大家多包含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装博 拜拜 拜拜